各位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DK的象棋场景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下这旁经典街头残局 此局造型十分独特 全局摆棋人仅有一匹马而已 而红方目前来看有炮马 四个兵来围剿 底边是四项拳手家 很多骑友第一眼看过去 都会误以为摆棋人设错了局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你这一匹马无非就是卧槽杀骑 或者挂脚将杀骑马 但红方边路有炮的存在 只要把炮推到底边的下线 通过用炮牵制住黑马的发挥 待会随时可以形成恶鬼拍门来围剿 或者用兵或者像挡住中路的匠面 解脱这一匹花心马 黑方一匹马压根就没有胜算可言 但是摆棋人却说自己没有摆错棋 所以很多骑友都争先恐后来挑战 不过呢挑战者却无利一例外 惨败而告终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此局到底妙在哪里 黑方这一匹马 到底呢能整出什么妖儿子 首先立不齐 红方帮务之急 先退炮防守 把其人之手呢 先挂脚一将 红方呢只能电炮 现在呢在当前局面下 黑方这一边为了防止红方形成恶鬼拍门 会直接呢把老将倒腾上来 那一上将 红方现在底边双兵 压根呢没有照杀的机会 你兵界抛威来一将 黑方上将就行了 好意义 那这时候呢 黑方会发现 现在呢 红方这手十分被动 因为这里要么平兵过来挡架面 或者飞向来挡架面 两种方式 如果平高兵来挡架面 却输得非常快 因为黑方这里呢 可以先退马 卡住黑方的红方的向腰 下一步骑呢 又可以通过运马之后 来点江沙棋 而反观红方这里 却十分无奈 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 红方这个炮是不能动的 你如果抬炮 黑方挂脚一将杀棋 你如果平炮 卧槽将绝杀 那炮不能动 四向也被困住了 只能抓紧机会 平兵来挡架面 大约一番呢 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这时候呢 会直接选择马跳卧槽 红方这手呢 不管是平兵挡架面也好 飞向来挡架面也罢 至少呢都需要两步棋 所以呢 我们直接看一下平兵就行 一旦平兵 黑方一回马 下一步 挂脚一将绝杀 红方这手 谁也揽不住 因为现在呢 虽然这个兵 已经挡住了将面 但是呢 却守不住 挂脚一将 闷杀的机会 必败 所以相当于 黑方即便一上将 红方平兵 根本呢行不通 那这时候呢 红方即便 唯一的手段 只能先飞个向 随时呢 来挡架面 这样一来 前面就做不同 这时候呢 黑方不得不接受 红方的这个向 如果不踩向 选择顾忌从事的话 一回马 那红方呢 刚好就落中向了 当你呢 马跳卧槽的时候 黑方 红方的花心马 一旦得以解脱 直接上了架 黑方肯定要搬 所以方这里呢 一旦飞向 这时候呢 黑方会直接 踩掉红方的向 再说 仿着红方 边路的高兵 一旦这么走 红方又会做应对 红方现在呢 首先来讲 底边的炮 马跟向 都不能动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继续飞向 来抓这一匹马 压根呢 起不到任何作用 黑方会直接进马 仿着红方的炮 那红方这个炮呢 如果选择平炮也好 劲爆炮也罢 都无济事 因为黑方这里一回马 现在步骑呢 挂脚一将 照样是沙奇 红方呢 哥本来不及防守 必败无疑 那如果呢 这边你一进马 红方先飞向呢 道理也一样 这里呢 黑方一退马的时候 刚好卡住了向腰 这时候呢 这一步挂脚将沙奇 红方呢 谁挡不住 必败 所以下代红方这一边呢 跳马吃相 红方底边的相不能动 那这时候呢 能不能平炮走个弦呢 也不行 因为不管你这个炮 平到哪里都好 黑方呢 会进马来一将 把你的炮再次勾回来 紧接着呢 巧妙回马 现在呢 红方的炮 还是不能动 因为这里服有一个 卧槽沙 挂脚将的沙奇 所以红方呢 也只能平兵过来围剿了 当你一平兵 黑方一跳马卧槽 你站着平兵 黑方一回马 又是呢 挂脚将的机会 红方必败为宜 所以呢 这里呢 当黑方退马 吃掉红方的当相 红方底边的炮相不能动 这里呢 唯一的出路 只能平高兵了 当一当平高兵 骑面不射明朗 现在对黑方来讲 接下来的这一步棋 有为关键 如果随便乱走的话 压根就赢不了 有些企业会认为 黑方会直接照样 进马过来 先不回马之后 来挂脚将杀棋 但是呢 一旦这么走 压根赢不了 因为红方这边呢 自有妙招 可以直接把炮 腾到底边的下线 下一步棋呢 如果红方 直接回马 想挂脚一将杀棋 刚好呢 红方有一个平兵 送兵将的手段 你上将也好 平将吃兵也罢 红方这边呢 都有退炮吃马的机会 马一丢 黑方必败 那如果红方这边呢 一进炮的时候 黑方呢 直接马跳边路 想跳卧潮沙棋呢 怎么样 这时候呢 红方只要平炮过来就行了 就可以守住呢 你卧潮沙的机会 这边呢 你再次把马 跳回来 红方呢 只要再次平炮到内线 这样呢 顶多只能磨其旁 一来二去 双方呢 只能握手沿河 所以红方这边呢 眼看红方平高兵 这里呢 是不会直接 进马来抓炮 跳挂脚沙棋的 那这边呢 黑方会怎么应对 黑方这里呢 会直接 先上一步老将 远离底边 待会炮兵的牵制 这样一走 前面就有所不同 这时候呢 红方又开始为应对 红方这个炮 还是不能动 因为吸取了刚才的教训 如果平炮开来 黑方还是可以跳挂脚 逼你呢 把炮倒腾回来 好意义 那这时候呢 红方能不能抓紧机会 平兵来挡下面呢 现在平兵的话 根本已经来不及了 黑一发一进马 抓着红炮 又踩着巷 回马之后 又可以呢 跳挂脚杀棋 这么一走 红方呢 就十分无奈 现在呢 你炮兵压根没有联动的机会 你这时候呢 抬炮也无法憋马腿 这里呢 你如果把炮抬高一点呢 也没用 黑一发这里一回马 先不卧槽是杀 挂脚也是杀 红方必败 那如果黑一发这里呢 抬一步炮呢 红方呢 这手一旦这么走 黑一发呢 就不能随便乱走 如果黑一发估计从事 再次呢 把马退回来 像挂脚这样杀棋 红方呢 刚好就可以飞向了 这个向呢 刚好呢 给炮当做炮架用 又当做了马 你挂脚一将 我可以平炮吃马 黑一方必败 但是呢 你一旦进炮 黑一方会直接 进马踩掉 底边的向 先不骑回马吃炮将 还是杀棋 所以呢 红方呢 只能把炮给退回来 当你一退炮 这时候呢 黑一方又会如何抉择 黑一方照样呢 再次呢 退马抓炮 这么一走 你会发现 红方这里呢 不管是平炮也好 进炮 平兵也罢 都一样 黑一方这一边呢 都是 把马往后一退 下一步骑呢 跳挂脚将来杀棋 红方这个兵呢 虽然挡住了将面 但是呢 哥本来不及 必败 所以呢 这盘棋局 也是一盘 黑一方的一个必胜局 希望各位旗友呢 有所见见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